大家好 我是陳昌平醫師 那我們強調預防醫學 因為如果能夠讓亞健康亞疾病的族群 讓他們能夠恢復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我們來談一個大家最關心的 就是臉部的美麗 那我們都知道人老的過程以後 它都會產生作紋 然後皮膚的彈性都會變差 所以化妝品公司 醫學美容 他們就有很多的工具來幫助 比如說怎樣洗臉 洗完臉以後 怎樣把這些保護霜塗上去 那這些有沒有用 有點用 但是它是從外面進去的 通常我們的表皮脂肢 就會把這些養分擋住 那當然醫美他們現在有一些機器出來 它會把表皮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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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它會有一個空隙出來 然後讓這些營養品能夠跑進去 這樣就有效果 可是通常要花費很多的時間來做臉 更重要的是大概能夠維持三個月到六個月而已 這是一個問題 後來醫學發現說 幹細胞對皮膚有沒有幫助 那答案是有的 為什麼幹細胞會對皮膚有幫助 最主要幹細胞有三個特點 第一個它會增加新生血管 所以會把我們這些有作紋的皮膚 他們的表皮 他們下面的真皮 還有這裡的血液增加了 血液增加以後 他們就可以怎樣 得到很好的養分 所以這些細胞養分 就從真皮細胞 表皮細胞開始恢復 那當他們恢復了以後 這一個皮膚的作紋就大為改善 那我手中有很多的朋友 他們當時使用這個 口服活化因子的幹細胞 最主要是來治療其他的病 比如說老人肌呆 巴金森或者心臟病 甚至於腎臟病 結果發現在使用六個月以後 每一個人的皮膚都年輕五歲 所以他們就說 哎呀這太好了 非常的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 就是說它會增加新生血管 第二個它會有幹細胞 所以它會修復 它會修復我們表皮細胞 還有修復我們的真皮細胞 那修復的結果就會從內長出來的 這是一個新的觀念 我就從裡面長出來 讓他們得到最佳的效果 這時候很多人就說 那比如說我做了醫美手勢以後 這個疤痕能不能靠幹細胞來改善 答案是廢的 因爲什麼 幹細胞有抗花炎 有增加堅持幹細胞 這些就會來讓傷口的抑和快速恢復 我有幾個病人 在開了大道以後 使用口服幹細胞 讓他們的傷口 不管在裡面的傷口 或者是外面的傷口 都得到很好的改善 那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它有抗花炎 然後有幹細胞 然後最主要增加新生血管 所以在目前我們一些長輩 他們現在在使用幹細胞 是為了讓他們能夠抗老化 把身體的慢性病能夠得到改善 OK 同時後來他們發現說 這個對他們的皮膚有更大的效果 OK 能夠來改善 那在醫美方面也開始配合 因為打了弱毒感性 打了幹細胞移植 都一段時間做藥再恢復 所以這時候先用醫美的方式 然後再配服口服活化炎脂 讓它的效果能夠繼續維持 這樣就達到漂亮的皮膚 年輕的臉孔 謝謝 就行 謝謝 先麻煩 我 les人